秦家墨家和圣丹阁纷纷站出来支援 现在墨家的实力不退反增啊 什么 该死 大长老稍安勿躁 圣丹阁一直持中立态度 我看这次也只是暂时帮助墨家 那一切都交给雕族长了 两只老狐狸 听说了吗 传闻有一名灵俏五重强者 在丰岭东内驾和西去 死前还留下了宝贝呢 我也听说了 据说这次圣丹宗的弟子都出面了 这次消息明明只有唐明阳 铁山户和巴玉德三人知道 却在北云城彻底传开 定是他们三人搞的鬼 大哥 稍安勿躁 这样也未必是件坏事 让他们好好去抢一抢 温水墨鱼 说不定几率更大 义父 您这是在干什么 据说 北云山脉内风林洞之中 有一位灵俏镜五重强者的墓穴 倘若我们能够从中得到什么 便可帮助穆家 渡过此次难关 义父 现在所有家族都对风流都虎视眈眈 我们穆家并不一定能落到什么好处 难道我们穆家什么都不做 儿子的意思是 我们并不需要派那么多人招摇过世 好 那你小子倒是说一说 该派谁呀 我呀 你 这风灵草对你而言就这么重要 义父 您都知道了 也罢 你已经长大了 是该去历练历练了 是 哦 还有一点 我看你和秦梦瑶那丫头情投意合 秦老太爷也十分满意 你俩近日就准备完婚吧 啊 啊什么 你俩赶紧完婚 也让我少操练心 而且这次前往风林洞 秦家肯定也会派人去 我会和秦老太爷商量一下 到时候你就随着两家的队伍 一同进入风林洞 去哪儿 一 义父 不用了 我自己前往秦家就行了 你这混小子 我还不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算法 想要和我耍滚气 我还都没有 没想到 你这小子看起来弱不经风的 居然还打败了高级导师刁亚冬 还不快和二叔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叔 这可是我们秦家的准女婿 二叔自然要多亲近亲近啊 怎么回事 怎么没路了 是不是走错了呀 怎么回事 我看看 我也去看看 我警告你 别乱跑 不然 看我怎么对付你 有你秦娜小姐在 哪儿敢啊 陆云 你又骗我 师父 你真的来了 陆阳 师父 这次可不是我要来的 是我父亲逼着我来的 这封领洞 我可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既然来了 就安安分分的 不然我也救不了你 没问题 师父 圣诞宗的弟子已经进去了 我们要不要也跟进去 不急 再等等 还等啊 再等下去 宝贝被他们拿走了 可怎么办 你以为宝贝这么好呢 唐浪补缠 王雀在后 等他们出来再说 师父 等等我